大S和汪小菲离婚两年多 双方的战火不曾停止 今天大S更在脸书上发文 重炮回击汪小菲指控她的家暴行为 连她怀孕的时候都被推倒在地 甚至还拿哈利波特金装板砸她 更爆料借给汪小菲上议员 她却只还了500万 会寻求和解的可能性吗 汪小菲19号出现在台北地院 因为大S徐希元控告她泄露个资 不过法庭上她反控大S离婚前四个月刷她的卡 买了1200万奢侈品 而且统统寄到韩国 是个一日20号大S也不忍了 直接在脸书及微博重炮反击 文章开头就直接呛 明明汪小菲先婚内出轨 她不过刷她几次卡泄愤 但否认有寄去韩国给现任老公 但接着内容更劲爆 大S直接控诉汪小菲多次家暴 不但动手推小S 连她挺着大肚子阻止也照样被推倒 甚至还拿哈利波特金装板砸向大S 而当时黑人陈剑中剑状也只是阻止 并没有殴打汪小菲 却被张蓝抹黑 大S还提到看到汪小菲婚内 与各种女性不堪入目照片 真的深受打击 她痛批这段婚姻酿成两死一纵伤 似乎是在暗示 大S为汪小菲流产过两次 还差一点命丧手术台 不仅如此 大S日前秀出借据 曾借给汪小菲2600万元 不过这不是新台币 而是人民币1600万元和港币1000万元 至今汪小菲只还了新台币500万元 还有上亿元魏清场 我们的酒店能在台北的旅游行业 做一点点的小的不一样的惊喜吧 就连S妈也被卷入财务纠纷 因为他当年担任S Hotel成竹保证人 但汪小菲直到现在都不愿意办理 保证人转移手续 让他相当不满 对此汪小菲也在微博翻文回应 但只po了房屋买卖 以及缴房贷名系 仅短短写下其他法院说 两人离婚后争议风波不断 也引发两岸网友热议 如今大S不愿再沉默 贴了心核弹及爆料 也就如同他文中所说 从这一刻起你是进花水月 而我只走滑路 记得综合报道